主張綠電合作社的黃淑德理事主席 來跟我們講講綠電 上我們的肥皂香舞台 感謝大家在冷風當中 待到現在 不過今天在這裡 今天就像傳教士和傳教士到底 我是在舞台 正對著大家的左手邊 有兩個能源合作社 我們什麼叫能源合作社 因為我們覺得要翻轉 我們不依賴核能發電 還有想要減少火力發電 我們需要有一些行動方案 行動方案裡面 有一種就是一個人做的 一個人沒有辦法完成的 就找一群人 對這一群人叫做志同道合 用合作社的方式來發展再生能源 在歐洲有將近四千個這樣的合作社 大的像綠色和平能源合作社 在德國有兩萬多個社員 他們已經有十幾台風機 有很多的岸場 還包括升職 我們在台灣目前有五個這樣的合作社 當然綠主張綠電合作社是2016年10月 所以我們是討論一個 那也是唯一的全國性的合作社 我們目前所裝的岸場 離台北市最近的 是在溫州公園 台電大樓 那個捷運站正對面 溫州公園旁邊 有一個長老教會 台灣長老教會的宣教大樓 他頂樓我們做了太陽能發電 所以今天雖然稍微有點陰 但是今天的發電 大概每K瓦 可以發到將近四度的電 所以我們去年一整年 我們建制的岸場 發電量 我老師會忘記 雖然我們今天早上才開社員大會 所以合作社是一種社區經濟 是社會經濟 他不是市場經濟 他也不是為了要賺大錢 而是希望透過彼此之間的教育跟推廣 讓我們有一個機會 我們去年一共總共的發電量 我們的發電量 對不起 大概等同於平均178個家庭的年用電量 那我覺得從這樣子來講 就是說這個64萬度電的意義是什麼 64萬度的電就表示說 我們除了補金之外 我們還跟社員借款 我們終於可以跟銀行有往來 所以在資金的學習上面 就是說公民一個人一萬塊 集結起來有人當然出到三萬塊 有人出到十萬二十萬 可是我們想做的事情是 像企業都還在被要求減碳 我們自己是自發型的 我們想要用自己的資金 我們鼓勵大家 我們自己用我們自己的R1百分之百 我們認為自己的先滿足自己用電的責任 先從自己的綠色投資開始做 所以我們鼓勵大家 請用六萬塊錢 這是我們跟我們的社員講的 並不是跟在外 就是如果你對合作社想要理解 請加入綠主張綠電合作社 或者是新北市的庶民發電合作社 我們都在做公民為電廠 那這樣的努力其實是 以我們去年的六十四萬度電的用電量 差不多就等同於一起種了三萬棵樹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要算的不是錢的價值 而是我們共同完成的能源轉型的那一條路上 有多少人可以一起唱歌一起走路 那先這樣子短暫的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如果大家想要更理解 大家可以一起怎麼樣參與一起發電 甚至我們在節電的路上也還有很多可以學習的 那我們只是在這邊跟大家一樣 就是說我們覺得在無力感的powerless的感覺裡面 我們要找到一個讓自己覺得powerful的方式 所以今天跟大家先分享到這裡 希望六月的時候 我們在面對八月的那個公投 不管是哪一種情形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有一個力量 知道說我們要一起再做一些事情 一起走下去 謝謝 謝謝蘇德 剛剛蘇德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觀點 就是庶民發電 但事實上也就是說 只要我們不要用傳統的電 我們用再生能源 我們去想像各種可能的發電方式的時候 然後就有各種可能 然後這裡頭最重要的一個是 它是庶民可以參與的 是公民可以參與的 而不是那種傳統的電力 像燃煤燃氣核能 那都是一個大集團的 那我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沒有辦法在那裡頭 用我們能夠發揮的力量 可是再生能源不一樣 再生能源是一個分散型的能源 它是一個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可以參與的 這個就是民主政治的同樣實施 民主政治跟過去的集權不一樣 集權是一個獨裁式的 可是民主政治是分散式的 發電能源轉型就是這個意義 它就是從集權而變成分散式的 每一個公民都可以一起來 所以我們接著要介紹的是 不可以